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7月21日 今天要讲的第一件事要看看 这个北水的移动真的迅速 前日就落 昨天就出 其实这个现象已出现过的 好像这里这样 也出现过先落后上 也都好像这里这样 先落后上 再落又上 现在就是找到资金的移动 很多时候都是暂时来说 不是一个长期的买卖盘 不是好像这里这样的 是基本上一个炒盘 所以看到那天升了上去 不要太开心 跌了下来又不要太灰心 因为翌日可能又会上去 无论如何都好 好 这个是在这里 我们需要看看 根本就是快打快 在这点里面 我们会看到是升一半 是跌一半 升的里面来说 比较好少少的 都是升了一大盘的东西 有地产 有保险 有电信服务 好 然后我们再找一下银行 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这些是很实在的 是本来的 因为这些是大牛龟的东西 其他这些好像等等 除了这些 除了汽车 其他一些好像工业 酒店 这些很小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看看 就是个别的股票方面 就是大盘上升 所以这些大牛龟 这些全部都是上升的了 包括了商汤 阿里巴巴 等等 腾讯等等 比亚迪的汽车等等 等等 全部都是受压制的 所有电子商方面的东西 都会受到追捧 来看看大市方面 大市方面 在今天 又是站起少少 站起保利加通道的上面 最主要站在上面 现在保利加通道的中族是19081 所以19085 就刚刚高一点 在这点 基本上就希望可以 再站起这点 就继续上去上面 在这里的成交是多一点的 暂时 成交多一点 直至现在为止 所以这个下午再加跌 应该是一定会高过这里 成交多了 是比较有利后市方面的趋势 最主要目前 它应该是19500至18800之间 是培换 短线和中线 基本上都是这些水平 其实就是保利加通道中族 这里 基本上我们看一看 这个是由现在这里开始 到这里开始 都是一个保利加通道中族 一个是双体之下 是滑硬状态 到最近 那个路还是窄一点点 现在就需要它突破了这里 就上到上面了 上面这个站起191 19,100点 至19,200点 就会比较好一点 好了 再看看今天有什么股票 留意一下 今天第一个要留意的就是恒生银行 其实大家看到会高会升 你ı调整一下 1,497 1,231 3,2,2,3,3,5,0